有人吗 小妹你在家吗 给我开开门吧 姐求求你了 我站在门口抓住摇摇晃晃的门把手 不敢出声 现在正在疯狂的拍我家门的是对面501的女主人 虽然跟她打过几次照面也寒暄过几次 但是在这种楼下都是丧尸的时候 她居然敢这样大声的在我家门口求救 真是不要命的 你别叫了 你把丧尸引上来我们都得死 我抓着门把手低声的威胁她我一个人死没关系 你考虑好你家两个孩子 小妹要不是走投无路我也不敢这样啊 实在是家里没有吃的了 老二已经饿的没有意识了 你男人不在家 你一份肯定有吃的 对肯定有 你开开门 门口的拍击声越来越强 要知道楼下那些丧尸对声音是特别敏感的 他这样在我门口又哭又叫 是打定主意逼我开门了 我告诉你我没有吃的 你在拍门我也不会开门的 等丧尸听到声音爬上来 死的到底是谁你自己清楚 没办法 我虽然有囤零食的习惯 但是自从丧尸病毒爆发的这两个月来 我真的是自顾不暇了 听到我在屋里低声恶狠地警告他 外面安静了下来 却始终没有听到对面回屋关门的声音 我记得楼道的消防通道门 在爆发病毒的第一时间 就被对面用大锁头锁起来了 电梯也早就停电不能用了 他能去哪呢 直到夜幕降临 心里的不安一直不能停止 我干脆拿着家里最锋利的一把菜刀 坐在客厅的沙发不敢休息 直到我听见门外传来细细碎碎的声音 在死一般安静的楼道里 我听到一声清脆的锁头开锁的声音 简易的门直接被帘框一起撞了下来 他被大量的丧尸压在身下撕咬 连同怀里一岁大的孩子 一直到丧尸向我扑来 尖利的指甲抓破我的皮肤 我甚至能感觉到自己滚烫的血喷在自己的脸上 我尖叫的从床上坐起 胡乱的抓起身边的东西 想要保护自己 怎么了老婆 做噩梦了 唐宁的声音 我身体一颤 下意识的防御姿态 转过头 看着他朦胧地揉着眼睛 一只手扶着我的肩膀 老公 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情绪稳定以后 唐宁去了厕所洗漱 我赶紧抓起手机查看时间 发现距离丧尸病毒爆发还有十天 难道我做了个噩梦 正当我疑惑的时候 听到唐宁在厕所里痛哭出声 哎呀 老婆 我撞到门上了 你得把撞门小分队队长的头衔 给我了我笑着想起他俩子 突然意识到他说过这句话 就在丧尸爆发之前 原来 我重生了 老婆我走了 就在我在房间愣神的时候 唐宁已经准备去上班了 我关着脚冲出去 叫着唐宁今天不去上班好吗 老婆 你怎么了 是不是不舒服 唐宁放下手里的包 摸了摸我的额头 我没说话 只是摇了摇头 唐宁的工作需要他频繁的来往周边城市 病毒爆发的那天 他被困在别的城市回不来 一开始手机还有讯号的时候 我还能收到他的信息 他跟同事被困在了酒店房间 但后来手机讯号断了 我跟他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看着他的脸 我强忍着泪水 老婆 今天的工作很重要 我尽力早点回来 回来我给你做好吃的 你在家乖乖等我好吗 我看着他坐电梯下了楼 没事还有十天 十天可以做很多事 我心里暗暗的想 突然听到了对面503开门的声音 我全身都紧绷了起来 冷汗顺着脖子流了下去 那张死前都看到的脸 害我死掉的人 死的时候都在怨毒的盯着我的口脸 还没等到他打招呼 我立马缩回了身子关上门 我听到脆口水的声音 我突然意识到上一世的恐惧 也被我带了回来 听到门响我就会神经紧张 看到人瘾我都想把腿逃跑 上一世自己一个人孤独的狗在家里 忍饥挨饿 最后还被一个臭娘们害死了 这一世我要跟家人好好地活下去 我洗了洗脸 打起了精神 丧尸爆发 重生 这哪件事听起来都比另一件更扯 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 我赶紧上网查阅资料 翻到了某某地铁站 一男子狗叫咬人 喂碎某某小区一男子 狗叫狗爬下坏路人 看来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 我一脸严肃地看着手机 对面跟我长得一毛一样的女生 我的双胞胎妹妹 果儿 你说什么也得给我去搞最少二十万 你别问我为什么 就是去借黑网贷 也得最大限度的去搞钱 不是 为什么呀承思 你不过日子了 你才结婚半年就疯了 你找个班上吧 咸出病来了都 成果儿一脸吃笑 十天以后丧尸爆发我严肃道 哈哈哈哈 我是重生回来的 我又严肃道 哈哈 傻十三 上一是我死了 被丧尸咬死了 哈哈 我不信成果儿一脸乳一笑 你老公今天下午会被铁皮划伤胳膊 甭三针 打一针破伤风 我极力的回想 他家要发生的大事 只想起他老公销虎受了点伤 因为成果儿还特地打电话 问我要不要打破伤风来着 成果儿半信半疑的挂了电话 我立马找了所有能借款的网贷 急急忙忙的透了二十六万 因为刚结婚 我们手里也没什么存款 整个下午我都在网络上借款 反正丧尸病毒爆发之后 钱就是没用的废纸 一定要在这十天内同够物资 上一世我死得早 不知道病毒会蔓延成什么样 但是我只知道 上一世大部分能活下来的 只有我这种在家里窝得不出门的 还有一些体力能力都比较强的人 像我们这种普通人 除非物资多 能力强 胆子大 要不然不死在丧尸嘴里 也会死在掠夺物资的人手里 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想不走就跟你同归于尽 这一世我是绝对不会再在城市里孤独死了 我要回老家 据我观察 这些丧尸在白天的活动比较慢 虽然已经进入秋天了 但是偏高的温度会让他们加速腐烂 而凉爽的晚上 丧尸们反而会活动凌凌起来 而且由于腐烂 他们的眼睛看不到任何东西 但是凭借对写的敏感 还有声音的震动 他们也能发现人类的中指 城市里人多嘈杂 而农村土地广阔 人人流动小 有可能丧尸病毒蔓延的也会慢 当下午就决定了 我要回老家 下午六点 唐宁回家了 我把手机里借款的信息 和已经借到的26万 让他看了看 他一时间愣住了没有说话 老婆 你是不是得了什么病 你有什么事一定要告诉我 你不要自己消化好不好 我拉住唐宁的手 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并且坦白 我希望他从市里辞职 跟我回农村老家 安置双方父母 然后同物资 等待病毒消失 就算病毒不消失 死我也要跟他死在一起 唐宁听到我的计划和经历 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起身去厨房做好的饭 晚上他也是没有发表意见 安抚我睡觉 第二天一早 我醒了发现 唐宁不在卧室 拿起手机 看到成果发来的信息 和一笔60万的银行存账 我刚准备给成果回的信息 就接到了大姐成林的电话 老三把事情给我说了 大姐开门见山 我现在带着孩子 在老家将爸家住 你有什么计划群里 开群视频吧 我跟大姐约好九点群视频 去客厅一看 唐宁歪歪沙发上正睡着 桌子上烟灰缸都满了 听到动静 唐宁醒了 私之性我交了 我搞到35万 开整吧 唐宁笑着抱住了我 倒计时九天 有了人支持就好办了 大姐又给我搞到了40万 具体什么办法 大家都懂得 像我们年轻人接受 丧失病毒爆发很简单 但是父母那辈的人 接受起来就很难了 所以我们暂时没有 跟家里父母讲这件事 而且把在县城上班的 我妈忽悠回去了 我妈下了客车 看到在门口等她的我爸 你不是开拖拉机翻沟里去了吗 什么啥事没有 我妈一脸诧异 什么叫什么啥事也没有 你盼着我出事啊 我爸没好气的说 等一下 我啥时候开拖拉机翻沟里去了 谁给你说的 我在姐妹里算是价位远的 房子在室里 大姐和三妹都在县城里安家 当天我跟唐宁就收拾了全部家当 把所有的门窗都关好 便全部断掉 回了县城我妹家 大姐成林跟三妹成果 都在家里收拾所有的家当 三妹夫小虎则是开了一辆大货车 去她自家的工厂 拉了整整一车的大铁皮跟机器 趁我们收拾家当的工夫 就把自己的门窗和大姐家的门窗 都用铁皮全部焊上了 她两家的小区没有消防通道 所以必须全部焊死 家里的家具家电 也不怕近人会被偷 主要是防止 没有意识的丧失会进入家里 把门窗都焊死之后 妹夫小虎又去工厂 拉了一大车的铁皮往老家运 我们几个则是叫了个搬家公司 把东西全部运回了老家 大姐成林跟我说 大姐夫正义正从外地往家赶 而且从他们饭店里 顺回来好几把又长又封闭的皮股刀 收拾好所有的东西 我们就动身回了老家村子里 我爸妈一脸严肃的坐在沙发上 听我说事情的经过 特别意外的是 他们很平静的接受了这件事 并且表示既然是避难 也得把双方的父母都接过来 我们三家目前以后 弄到161万 又用双方父母的生存信息 前前后后弄到了200万 现在是361万 不知怎么 家里人对我越支持 我反而越打颤起来了 生怕哪里做的不好 会连累一大家子人 所以我们下午就马不停蹄的干了起来 我们老家是南边三间大屋 北边三间大屋 中间一个大院子 加起来大三百多屏 但是加上三家人的双方父母 就显得拥挤多了 而且我们家西边 隔着一道院墙就是邻居家 几乎家家户户格局都一样 而且他们一家都定居在外边 很多年都不回来 东边一条小胡同跟邻居不挨着 我直接给我爸赚了30万万块钱 让他把西边邻居家租了下来 剩下了让他家库房子 邻居也痛快 说大门上的锁都好几年不开了 直接打开进去就行了 一家人就在西边邻居家 收拾屋里没用的破烂家具 顺便把我们家里限制的破烂 全部都清空 以便于这几天存放物资 大姐成林家的闺女 田田也跑来跑去帮着干活 我看着才六岁的田田 心里也一个劲的饭酸 这么小的孩子 就要面临以后那么残酷的生活 一直忙到晚上 大姐夫正也到家了 把顺回来的剔骨刀放好 我顺手颠了颠 还真不错 不会是顶级大厨的武器 晚上老爸非要去镇上吃顿好了 还笑着说 杨老本没动 以后要是真出事了 杨老本也没用了 今天晚上非要大吃一顿 距离丧失爆发还有八天 我和唐宁早早的就起了床 发现大家都是心事重重 没有一个睡晚觉 随后我转给大姐成林 跟老三成果每人五十万 大姐跟姐夫去买药品 成果跟小府去买吃的 我跟唐宁去买日用品 老爸则是召集他干活的工友 给我们家修高家后围墙 我老爸是个建筑工人 为了加快速度 把他平时的工友都叫了过来 每人每天五百块钱修整为墙 二爷 你家这是要干啥呀 好好的房子 怎么要修这么厚的墙啊 还开这么高的工资 有闺女就是好呀 有儿子 谁管咱啊 一个工友调款我爸 哎呀 咱这一辈子也就在这小院里了 还不能把小院修好点啊 我爸随便搪塞了过去 又暗暗的提醒他们 最近别到处乱跑了 没事都买点吃的 用的在家里待着吧 大姐成林跟姐夫正义直奔现场 辗转个大药房买点服 消毒液 双氧水 年签 纱布 疮可贴 高血压药 止疼药 治拉肚子药 现在感冒药诊所不能随便买 只能在各个小诊所偷偷的买 倒是也买到两大箱消炎退烧药 姐夫正义更是直接问朋友 借了一个七座大面包车 把所有的药物都搬上车 还弄了好几个血压仪 有十多箱口罩 三十几个房东面罩 二十几箱除臭剂 五十多只体温表 还有儿童用的药 连轮椅都买了四个 我跟唐金直奔生活用品店 买了五十只牙膏 二百只牙刷 洗面奶也买了五十只 肥皂更是买了一百块 一妈金买了五十箱 洗发水 护发素 沐浴露各买了五十瓶 消毒水买了五十箱 又去义务批发市场 各种型号的内衣内裤袜子 都买了两百条 轻便的运动鞋买了五十双 保暖内衣 羽绒服无论款式 都各买了五十件 看着销售经理一脸猛逼 我们解释说 是要捐给福利中心 经理才松了一口气 我俩又直奔郊外的酒精厂 买了五十箱的消毒酒精 东西实在是太多 只能掉了两辆大货车送货 为了不惊动村里的人 只能等到晚上送货 成果跟销售更聪明 直接找了一辆卡车 画上捐赠物资的横幅 拉到大型商场外面 直接找到商场负责人 订了一百五十袋大米 一百五十袋白面 五十桶食用油 各种调味料 土豆白菜各一百斤 洋葱辣椒各一百斤 绿叶菜不好储存 就买了一百多斤 泼水蔬菜 果干 果斧 水果罐头 买了一百罐 肉类罐头 玉米豆类罐头 各买了一百罐 更容易放的火锅丸子 各买了一百包 整鸡 整鸭 整额各买了五十只 反正冻肉更容易存放 末日之下也不要求新鲜肉 能补充营养的肉都是好肉 各种易于存放的水果 更是不在话下 零食直接清空货架 果茶奶茶 各买了五十包 橙果又直奔玩具区 把田田能玩的玩具 都买了一遍 红话书也买了好几百本 还顺手在电子产品区 买了两台摄影机 我们三方各自回家 发现家里跟邻居家的围墙 都打通了 院子围墙正在加高 老爸的工友虽然疑惑 但是拿着一天五百块的工资 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有多高给家多高 老爸看到我们回家 兴冲冲的跑来炫耀 看老爸的奇思妙想 我让他们给咱家两层围墙 间隔半米 我又让你大表哥 用两车混凝土 等墙干了 直接交注到里面 然后在墙边烧炭 把墙烘干 煤块我已经买好了 爸 你把多余的煤块退掉 只留烘墙了就行 我们日常生活 就不能用煤块了 因为烧没有烟 我道 烟会把你们说的那种 丧尸引过来吗 我爸一点疑惑 不会的 把我扁了别嘴 会把活人引过来 到了末日 有时候丧尸不是最可怕的 我们家的高墙在远处 不一定能看到 但是烧没烧出来的烟 一定会被远处的人看到 我们一定要堵掉 不能引人注意 现在我们家的院子通开 能有六七百平大 现在就是尽快加雇完住所 老爸带着工人 夜以即日的干 工资更是加到了一千块一天 大概晚上就加班 这位邻居都觉得 好奇我们家为啥这样 但是也没人上前问 毕竟年轻人都出村谋生活了 留在家里的都是一些大妈大叔 我妈一直给亲戚们打电话 明示暗示 他们过几天不要出门了 把家里物资都捧好 做好最少在家里 待两三多月的准备 当然也有不少亲戚说 我妈危言耸听 再这样下去小心进局的 我妈也懒得再说了 毕竟都已经暗示到了 接下来的三四天 我和唐宁 大姐又去了商场 买了五台携带摄像头的无人机 十台质量特别磁石的遥控器车 五个望远镜 二十张双人电热毯 二十个小太阳 电竹锅买了二十个 电磁炉买了二十个 烧水用的茶巴机买了二十台 又买了十台平板电脑 三箱充电宝 五十个手电筒 十几箱干电池 还有五十箱蜡烛和打火机 成果跟萧虎 还有姐夫正义去买了太阳能发电板 雨水去水池 还有六台大冰柜 不要冰箱 全都要大容量的冰柜 等我和大姐 唐宁到家的时候 发现家里的围墙全部都加不好了 只有一扇大门可以进出 大姐夫正义 又拉着老爸去买了一扇 二十多万个防弹钢门 门安上的一瞬间 邻居们都围过来看这个稀奇的大门 这个门就跟保险箱上用的门一样 只要关上 从外面就算用炸弹 也炸不开这个大门 姐夫一脸得意的 看这个自己挑的大门 这门是挺给力的 这红砖墙跟这没点不搭呀 门结实 墙要是一踹就到了 咋整小虎拍了拍墙 就算他把腿踹折了 他也弄不到这个墙 老爸也拍了拍这墙 我不但让你搁动来混凝土 我还在里面扎了 接接实施一圈钢筋 光这墙就小二十万 引进院子来看 我们跟着老爸进了院子 发现他在院子的三个方位 都修了连连墙体的台阶 六米高的围墙 堪比二层小楼 在最高的地方 留出了可以观察外界的小窗口 西边的院子在空着做了仓库 地面掺了干石灰 又做了防水 我妈又在柜子里找出两块灰布 做成三块小窗帘 平时拉着 观察外面的时候拉开 说着所有的物资也都到了 趁着天黑 我们把所有的物资 都囤到了西边院子仓库里 家里没用的东西 全都清点方便放家电 一个院子放三台冰柜 平衡用电 把所有的洞肉全都冻了起来 东边的院子 挖了一个简单的菜调 把所有的蔬菜 都捧在了菜调里 距离丧失爆发还有四天 买太阳能光伏发电板 也有工人上门安装了 趁这个空档正义 唐宁 小虎三的女婿 又开了货车 房顶放发电板 就不够放蓄水池的地方了 我看了看两边的房顶 爸 咱们给这院子上面 封上玻璃棚顶吧 这两个房顶中间 流条缝流动空气 这样也不怕有人从上面攻击 我比划了一下 听我一说玻璃棚顶 安装工人立马说 他们公司也做这个 唐宁停下手里的活 直接开车 带我爸过去 选才去了 我嘱咐了好几次 一定要防弹级别的 结果人家公司这要巧 还真有防弹级别的玻璃顶 一直没人买这种贵材料的 所以放在仓库吃灰 我爸一看 大手一挥 立马拿下 所以棚顶和太阳光伏发电板 蓄水池 一共按了两天 后续又安装了六台监控摄像头 六台热成像仪 直接连接手机平板 我现在院子里抱着胳膊发呆 田田拿着冰棍走过来小姨 是我笑着摸了摸田田脑袋 小姨不吃 小小姨吃成果过来抱着田田蹲下 小姨不开心 田田轻轻小姨去 我笑着也蹲下 仰着脸让田田亲了一口 成果顺手推田田进屋了 姐 别害怕 这次你不是一个人了 我抬头让阳光晒在脸上 是啊 这次不是一个人了 还有两天了 一早睁开眼睛 唐宁正拖着下巴注视我起床了 咱爸出去收玉米了 什么 都快时间末日了 咱爸还去收玉米 我起床去院子看了看 院子里的地砖都被翻了起来 院子能晒到阳光的一大片 还被挖了一个大大的深坑 坑底抹上石灰 还剁了防水 这是怎么回事 咱爸早上五点就起来翻掉了 用翻掉的砖突了 去各个屋的小路 说是要空出地来种菜 坑里还要养鱼 大姐成林蹲在院子里 给田田炸头发 咱妈也出去买菜种子和活鱼了 成果跟萧虎也跟着去了 那怎么你自己 姐夫呢 我蹲在院子边上刷牙 你姐夫出去拉桶装水了 早就去了 估计一会就回来 我看大家都有动力的忙起来了 我也拉着唐宁去县城买精英材料了 给房间里做些精英 晚上就可以把我们仨的工头 都接过来了再买四台净水器 这样雨水蓄水池里的 谁也可以过滤后加热使用了 中午老爸就把地里 所有的玉米都收回来了 剩了几百斤囤在家里 其他的直接卖掉了 妈妈买回来三四十条 鲜活的小鲫鱼 也放进大池子里了 晚上所有的家人都到了 两个院子一共是十二间屋子 一对夫妻住一间屋子 公公婆婆也都到了 萧虎还有个弟弟萧涵也跟着过来了 萧虎还有行动不便的爷爷 这样一看 举家搬迁过来是十分正确的 七对夫妻七个房间 萧爷爷跟萧涵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做厨房 一个房间做餐厅 最后两个房间连在一起 打成一个大客厅 角落堆放物资 沙发麻将桌应有尽有 还有两台85寸大电视 两个大号收音机 几家的物资全部聚集到一起 方便使用 而且也不用怕力量分散 再多一份对家人的担心 既然大家都没有顾虑了 那我也放心了 剩下的就只有面对这一切了 距离病毒爆发还有两天 剩下的这两天 只做最基础的准备了 把所有的充电宝都充满电 下载好电视剧 电影 综艺 有声独物 大姐甚至给田田下载了 一到五年级学习课店 丧失爆发前一天 我突然发觉我们的武器并不多 只知道防御 赶紧发动大家出去买 等一下 老爸叫住我们 从物资堆里拽出一个大箱子 我们围上去一看 一箱明晃晃的大坦刀 不止有刀 老爸打开一个衣柜 全部都是头盔 还有厚厚的防护服 十个高倍望远镜 甚至还有十几的弹弓 十几箱尖锐的弹珠石子 老爸 你真有先见之明 随后我们每个房间各放一把刀 分配好站岗时间 不能统一休息 我记得丧失爆发的前一个月 丧失们都特别兴奋 应该是刚刚感染病毒的原因 新鲜的丧失活动能力很强 有些丧失的活动力 甚至比人类还强 但是25至35天左右 大部分的丧失 都因为腐烂或者风干 活动有所限制 在不受刺激的情况下 我甚至看到过 有人跑出去寻找物资安全回去 所以必须小心谨慎 因为一个月之后 大部分人的物资消耗殆尽 会有各种小团体 出现寻找物资 病毒爆发的前一天 院子里的女性们 都聚在一起种菜 今天正赶上镇子里赶大吉 家里男人们又去镇上搜刮 家里的钱还剩了一小部分 不买物资以后也可惜了 一直到吃午饭的时候 男人们才回来 买的除了吃的就是烟酒 糖果 居然还带回来一筐鸡苗 鸭子苗 天天喜欢毛茸茸的小动物 蹲在旁边一直看 大人们都聚在一起 讨论机大了 会不会掉出声吸引放尸 最后还是留了下来 先观察看看 如果对丧尸有吸引力 再改了也不迟 家里的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下午的一个空档 姐夫把所有车的报警器 保险丝都拔了 全都停在房子东边的胡同里 以防房子真的守不住 我们也可以找机会开车逃走 吃过晚饭 气氛很凝重 我没有说话 起身去检查物资 看着仓库里堆成衫一样的物资 心里踏实了很多 随后我们聚在客厅 我给大家讲一下注意的事项 首先 我们谁都救不了 谁都不可以救 不要向外人透露我们的位置 物资量 人数 装备 丧尸对声音和血腥味比较敏感 我们尽量避免发出特别大的声音 避免受伤 我们后期不要开灯 节约电力 而且防止外界有掠夺物资的组织 发现我们 丧失围城后会有很浓重的尸臭碗 我们买了防毒面罩 制定一下站岗顺序 妈妈们不需要站岗 大姐也不用站岗 三个人一组 每组两个小时 明天开始 我们就只有我们自己了 一夜无眠 早上七点我站在台阶上 看着外面的街道 农村的街道 稀稀拉拉没有多少人 媳妇 下来吃饭 我替你看会儿 唐宁抬着头看我 我冲她笑了笑 我在看会儿 唐宁也爬上来 台阶很宽很长 她站在我身后拥着我 从外面看不到我们 只能看到一个小小的窗口 上一世 我在哪 唐宁轻轻的问 你吓跑了 把我自己丢家里了 我骗她 不可能 我不会丢下你的 我鼻子一酸 心里瑟瑟的 反而对未来的恐惧 缓解了好多 老婆 你自己承受太多了 以后我不离开你 唐宁慢慢的说 哎呦哎呦呦 别腻歪了 看得我难受 橙果儿在院子里笑 我低头看下去 萧虎也笑嘻嘻地 她在橙果肩头 这对上一世 靠着萧虎飘悍的性格 和橙果爱同货的 习惯活得比较好 我也笑着看他们 大姐夫也牵着田田 从自己屋里出来了 大姐随后端着小马扎 也跟在后面 阳光晒在这个大院 我心里顿时炒亮多了 反正村子里 病毒来得慢 先吃饭再说 吃过早饭 我爬上围墙 入望远镜看着 院子里 大家伙都在懒洋洋地晒太阳 刷新闻打游戏 接近中午十点半左右 从市里来回 接送人的客车回来了 停在小广场上 客人陆续从车上下来 都很正常 只有一个小姑娘 脚下一裂捷 一个狗吃屎摔地上了 旁边人还没来得及服 她就以一个奇怪的姿势 从地上弹起来 扑倒一个中年男人 大家还以为是她没站稳 七手八脚地扶起来的时候 小姑娘已经扔过去了 我眼看着人们 把她送进了村的诊所 而被扑倒的中年男人 甩甩手站起来回家了 要开始了 我难难道 快谈微博 X是出现多利人咬人事件 大姐突然从马杂上蹦起来 我点开手机 赫然出现在眼前的新闻 就是我上一时看到的那条 不到两个小时 感染者就出现在了 我当时的小区 因为感染速度之快 小区大门压根来不及封锁 感染者就冲进了各个小区 大多数人都是在 不知情的状态下被攻击 电梯打开的瞬间 就有感染者扑了进去 楼上的住户按了电梯 感染者又从电梯里扑到楼桶中 等我反应过来 我看到了他的大儿子 八九岁的样子 我被他的样子吓到 快速回到家中反锁了房门 拉上全部的窗帘 我躲在窗帘后面 看着楼下的人被撕咬着身体 五楼距离地面是如此的近 我甚至可以听到 皮肉撕裂的声音 我赶忙掏出手机 给唐宁发信息 才得知他那边也已经沦陷了 我还在回忆往事的时候 村子东边已经爆发出一阵叫码 老贵家的 你他娘的要干什么 放开我孙子 我用望远镜看过去 一个中年妇女 想把孩子夺过来 用力一拽 孩子肩膀上的肉就被撕咬了下来 孩子奶奶一边叫骂 一边抱着藤人的孩子 往村里诊所跑去 可是还没跑几步 就看见被咬的血肉模糊的感染者 从诊所里走了出来 瞬间被扑到在地 是那个小姑娘 一时间街道上惨叫一片 我站在原地 一身的血液好像都流通了 家里人都在围墙上看到了这一幕 像我妈这个年纪的 实在看不得小孩子被撕咬 只能抱着田田回了屋里 应该是那个咬人的女生 在外面被感染了 可能是划伤或者划伤 因为这种伤口发作起来比较慢 所以她能一直从外地坚持回家 我看着扑在孩子奶奶身上 疯狂撕咬的女生 周围围着好几个村民 还有几个从诊所里被女生咬了几口 都捂着伤口跑了出来 没人赶上去拉 看着女生疯狂成度 一口一口的狠利撕咬 一时间没人敢制止她 突然一个大叔举着防暴插冲了过来 把那个女生插倒在地 我从望远镜里都能看到 大叔脸上的不可置信 他一定是看到了那个女生 灰白的眼珠和撕裂的嘴巴 因为剧烈地撕咬他人 在上一世我看到的丧尸 嘴巴都是裂开的 快快送你上诊所呀 大叔一边按住女孩 一边转头对村民说 却没看到被撕咬的人颈部血管 早就暴力了 血喷得到处都是 人已经微微抽搐不再动了 村民只好抱起他的孙子 孩子被喷了一身的血 肩膀上的伤口已经不流血了 人还是昏迷着 女生剧烈地挣扎 喉咙里发出圣人的咯咯声 似乎还想要扑过去 撕咬昏迷的小孩 娃子 你这是怎么了 女生父母也赶到了 他妈妈想去抓住他的手 却被女生一把抓破了胳膊 别动他 他不对劲 快去找绳子 把他绑起来 关到村东口的破屋里去 大叔还死死地按着他 是呀是呀 看这个样子可能是狂犬病 村民们围在一起 没人注意到老贵家的 已经躺在广场上疯狂抽搐了 他要变成丧尸了 眼尖的大姐提醒我 给他们提个醒吧 都是一个村里的 我爸也端着望远镜看着 这可比狂犬病邪乎多了 我犹豫了一下 好可以提醒一下 但是让姐夫跟小虎提醒 他们的声音比较声 不会有人听出来是谁 我们给姐夫还有小虎让位置 只见他俩气聚丹田 快跑呀 后面那个要咬人啊 村民还没反应过来 是哪里传来的声音 就已经下意识跑出去五米远了 等回头看的时候 刚才被咬伤的人 都已经躺在地上挣扎起来了 刚才断了气的孩子他奶 也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没人见过这种恐怖的场面 差点被咬断脖子的人 还能站起来 按照那个女生的大叔 当机立断拿着防暴插就跑了 乱了 已经乱了 我从台阶上下来 从现在开始 我们一点动静都不要出 家里人都静默没有说话 可能刚才的画面 冲击性实在是太大 没有受伤的村民 现在应该已经都躲回了家 此时村里的大喇叭广播响了起来 各位居民 各位居民 近来各地发生了狂犬病患者 恶性攻击事件 刚才 我们村子也发生了同样的恶性事件 我希望大家不要随便出门 大家不要随便出门 小心狂犬病患者 不要与他们发生接触 家中有发热 外伤者 请及时和乡派出所联系 尽快和乡派出所联系 尽量居家 不要出门 广播还在循环播放中 他们都被引到广播喇叭下面去了 唐灵招呼我看一看 我知道 他们对声音震动敏感 所以我们在家尽量不要发出太大的声音 房子也做了静音 也不用过分担心 我安慰家里老人们都去了客厅 村里组织人去村东风村 我爸看了看手机信息 不去 不回 现在村子里不知道有几只丧尸 村东头的路两边都是玉米地 他们要是混在玉米地里 我们压根看不见 现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不能冒险 村里负责封村的人 给我爸发了一个又一个的信息 看我爸不回 干脆电话打了过来 二爷 这个时候咱们要是都不上 是不是说不过去 都是自己的村子 我不用靠近 手机都能听到对方的大嗓门 我爸一脸为难的看着我 捂住听筒 要不就过去看看 穿上防暴服应该没事 不行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我白了我爸一眼 连大姐和成国也过来盯着他 我妈扁了别嘴 你去 你想这一堆孩子没爹 你就去 我爸也是为难得很 我理解我爸的心情 他们没经历末日的恐怖 还以为跟疫情一样可以简单控制 可是我爸不懂的是 现在我们人多 物资多 爆发前期可以安然度日 如果后期被不怀好意的人盯上物资 甚至盯上人力 都会引发很严酷的后果 我一把拿过我爸手机 喂 你多大了 对我眉头末尾的问了一句 对面显然愣住了 你多大了 我爸多大了 听你声音就三四十岁吧 我爸五十六了 啥好体格都没有 就一个啤酒度 你不找年轻的 你找我爸 你什么巨星 哦 是不是没有人跟领去封村 我记得你家就住在村口吧 你自己发扬风格 家里有什么老婆 闺女 儿子的 都用上 出去把村口一封 等这个病毒过去了 我使命向村里申请你一个护村大将军的头衔 就这样 白白了你 我把电话一挂 发现成果跟小虎在一边捂着嘴头笑 我知道他不会发扬什么风格 也不会去封村 我也知道 封了村也没用 上一世的小区大门都禁不住市巢的拥挤 更何况一个路口 封不封的意义并不大 一直到晚上 可能目睹活人被撕咬的场景 大家都没什么胃口 只有我津津有味的吃着小虎做的小炒鸡 家里的老爷们儿们都喝着闷酒 突然听到街上有汽车驶过和撞人的声音 大家都围在围墙上看着外面 一辆大型SUV撞倒两只丧尸 拐进了漆黑的胡同里 上一世就有很多人在爆发前期从城里跑回乡下 有些人成功回了家 有些人则死在了路上 这一天 我们已经从网络上看到了大部分城市的文献 丧尸病毒爆发 可病毒爆发的原因 我们却不知道 只知道漂亮国已经早就沦陷了 看来病毒就是从漂亮国泄露出来的 现在村子里丧尸还不多 所以晚上也不需要特地站岗 大家都在各自的屋子里休息 老婆你生事有什么心事 行你摸了摸我的鼻子 其实有些事我还没说 我做起身来 老公丧尸不只会转化活人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进食 有些人会被转化成丧尸 有些人也会被吃成骨架 或者半副骨架 当我们家墙边的尸体和丧尸太多的时候 我们也得想办法引走丧尸 把什么尸体肉块搬走 不然尸体腐烂发臭 我们会中毒的 好 这件事我明天跟姐夫他们聊一聊 有个心理准备 堂宁搂住我的肩膀 这种事就交给男人们去做 近几天 街面上的丧尸渐渐多起来了 之前只是三五只在街上游荡 现在变成十几只扎堆游荡 看来也有倒霉的人在睡梦里被吃掉 因为有些人家没有围墙 简单的门窗抵语起丧尸 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丧尸一旦发现目标都是成群袭击 尤其是对于敏感的血腥味来说 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在家里躺平 我们虽然人多 但是前期的准备十分充足 就目前的物资来说 我们一大家人躺平个三五年不成问题 现在丧尸病毒仅仅爆发了五天 村里的广播依旧是每天循环两遍 饮得丧尸很有规律的 每天聚集在喇叭下面 我们一家人依然是平静的生活 菜地里的菜苗都长出来 老人们都围在菜地里 用保鲜膜和竹条研究 盖一个小型蔬菜大棚 把不抗动的小菜苗保护起来 田田也每天不是喂喂鱼 就是喂喂鸡 我站在围墙边上 搓搓手看着院子里的一家子人 橙果爬上来递给我一杯热奶茶 最近天气奇怪得很 前几天还挺暖和 今天就突然降温了 是啊 上一世也是这种鬼天气 到了冬天更冷 我那个时候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了 哈哈 我搓搓手看着外面游荡的丧尸 再过两天就要停水停电了 橙果看着我 你当时在外面怎么活下来的 家里有点吃的 也有桶泉水 我到最后实在没有吃的了 我没办法再看到另外两个绝望的人 所以我没开门救他 我叹了口气 不过 经过上一世我也明白了 其实就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去死 舒服安心的去死 死在丧尸嘴里太痛苦了 现在村里的微信群里都在说我们家真有先见之名 修房子修了太适时候 这时候突然有人在群里说 二爷家把隔壁家也买下来了 现在他家里大得很 对呀对呀 墙又高又牢固 二爷 你们就跟孩子们一起住 是不是房子有点大 他们不知道我们把双方的父母都接了过来 因为我们不管做什么行动 基本都是在晚上进行的 他们家人多 吃的东西也多 越来越多的信息在我眼里就像炸弹一样 我让全家人当天都退了群 只留了一个小号在里面 反正我知道 丧失病毒爆发的第七天就要停水停电了 两天后 也就是丧失病毒爆发的第七天 停水停电了 我们家因为安装了太阳能光伏发电 家里的基本电器都可以用 但是我还是嘱咐家里人 尽量不要开灯 把之前做的黑窗帘全部拉上 每个窗户上都要拉上三层的黑窗帘 保证外界看不到一丝光亮才行 停水前我们就已经储备好了生活用水 十吨的储水罐在墙边摆立一整排 房顶上还有一整片的雨水储水池和净水器 储存下来的雨水丢几个消毒片 再过滤一遍就可以直接用 虽然我们可以躺平度日 但是也不能忘了节约物资 期间也有逃窜出来寻找物资的人 想要进到我们家里来 都被我们的弹弓石子给打跑了 也有几个想用绳子翻越围墙 但是都被我亲手砍断了绳子 我知道这是他们的保命绳 也是我们的绝命绳 丧失病毒爆发已经半个月了 因为国家有风力发电 新闻还可以看得到 一些没有断网的幸存者开始寻求帮助 但是病毒爆发突然 国家暂时没有安全区 可供人们躲避 终于有人实在是在家挨不住了 选择在大中午出门寻找物资 离我们家不远处就有一个小卖部 一个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的 大高的手里抄了一把铁锹 小心翼翼的从没有丧失的地方饶出来 来一天这些丧失的行动力比较差 虽然闻到了人类的气息 但是都颤颤巍巍的行动不快 见此情景 大高个儿快步冲到小卖部门口 一边回头看着丧失们的行动 一边从怀里掏出一把大钳子 两下钳开了小锁头 门哗啦一声推开 却从里面挪出来一只丧失 看来是小卖部老板 发现老板娘感染以后所在这里面的 小卖部物资一片狼藉 大高个儿吓破了胆子 一屁股坐在地上只能挪动 突然又窜出一个包裹的岩石的女人 大叫了一声 引着丧失向东边跑去 大高个儿才回过神来 冲进小卖部 打包了一麻袋的物资 两个人疯了似的冲回了家里 二十几只丧失瞬间就被他们吸引过去 全部堵在门口不走 我看了一眼 知道他们家门被攻破只是时间问题 因为丧失被吸引着 更多的村民都出来抢购物资 有些人甚至在小卖部大打出手 直到从小卖部里屋 爬出来一只半具身体的丧失 死死地咬住一个人的腿 剧烈的疼痛使他惨叫出声 扔抢物资的人突然抱起 一菜刀砍倒了被咬住的人 滚烫的血喷了他们一头一脸 然后仓皇逃窜 可是丧失闻到血腥味就发了狂 追击的速度越来越快 人们回不去家 只好胡乱跑走 两个吓呆了的人 被丧失啃的身体淋散 尸体就躺在我们家的围墙旁边 我知道 像这种没有什么肉的尸体 转化了也没有太多的攻击力 我摇摇头 从围墙上下去 回到屋子里 大家正围在一起吃饭 干边豆条 油炸小黄花 红烧排骨 紫菜蛋花汤 菜色不多 但是量特别大 美味好吃 一直到丧失爆发了一个多月 这几天我们都在练习操控无人机 把无人机的监控连接到手机上 把无人机从玻璃盆顶的缝里放飞出去 看一看村子里的情况 从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可以看到 村子里基本没剩几家人了 有些胡同里的丧失 还在执着的撞了一些门 村子东边有一个富户 家里早早的就安装了太阳能发电板 住着二层小楼 大门前停的那天从外地冲回来的SUV 原来是他们家 他们家一直还在坚持着 突然无人机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 就失去了控制 看奶奶的 咱这无人机让他给砸下来了 应该得摔坏了 姐夫一拍大腿 我过去看了看最后画面 是一个年轻人 没怎么见过 这恶狠狠的往无人机上丢什么东西 没事 哥 他可能也怕有人惦记他家的东西 我拍了拍手 不简单 一个多月了 还能坚持 这几天老妈一直跟我反应 外面的尸体腐烂的太严重了 实在是太臭了 没想到办法清理一下外面的尸体 我跟成果用一条沾的鸡血 夹在无人机上面 又把一部手机绑在另一台无人机上面 打开音量 无人机从丧尸的头顶飞过去 然后用别的手机拨打无人机上的电话 血腥泪跟铃声引着丧尸远离我们家的围墙 只剩下几只趴在地上行动不便 和几只可能本来就聋了的老年丧尸 大姐跟我爸使劲打开我们家的防弹大门 萧虎 萧涵 姐夫正义 跟唐宁冲了出来 身穿厚厚的防暴服 头戴大头盔 人手一把大砍刀 萧虎和萧涵冲上去一刀放到一个战略的老年丧尸 姐夫跟唐宁则是去砍趴在地上的半截丧尸 瞬间五六个丧尸都脑袋开花 萧虎和萧涵拿着砍刀警戒 随时放倒冲过来的灵性丧尸 姐夫跟唐宁身上披着大塑料袋 把砍死的丧尸都拖到远远的路中间 大门又打开 大姐端了一盆酒精消毒液倒在门口和墙边 冲洗掉部分血液 又冲回去端来一盆生石灰撒在地上 唐宁跟姐夫也冲回大门端出两盆生石灰 倒在丧尸堆上 处理完之后四个大老爷们儿狂奔回来 大姐跟老爸把门重重的关上 我操控无人机 把带鸡血的布条挂在路边草地上 无人机飞了回来 我看着躺着地上大喘气的男人们笑出了声 四季 唐宁笑着站起来 大家消毒了所有用具 又躺回屋里休息去了 时间来到丧尸爆发的第两个月 我知道会有大批失朝出现 这些丧尸仿佛受到什么指引 一路向东 就像生物迁移 晚上我站在围墙上 身上喷洒消毒水掩盖人的气味 丧尸比白天灵灵的多 时不时的撞击着大门 整个街道站满了丧尸 腐烂的气味几乎让人晕绝 在院子里家里人全都戴上三层口罩 再戴上房租面罩 依然可以闻到湿臭味 他们都抬着头像是在寻找什么 大家都聚在客厅 平板电脑里播放的动画片 依旧能听到大门被丧尸撞击 发出的沉重声 我知道他们进不来 我的家现在就是坚固的城堡 屋子里点着锄臭香薰 门窗禁闭着 外面的尸臭味丝毫都进不来 我坐在电脑前 一边看着外面的监控画面 一边吃着薯片 心真大 丧尸围城了还这么悠闲 城滚拨弄着手机 哎 附近有安全区了 离我们这里车程三个小时 我也打开手机看了看新闻 消息刚刚发布出来五分钟 上一时我还没等到 安全区化出来就死了 所以压根不知道 这个安全区到底安全不安全 我自己研究了这个安全区 国家规划的安全区都没有出来 这个安全区就先出来了 而且放出消息可以发送定位 派人手过来接应 谁知道是接应人 还是物资 不可靠 我们家现在连尸巢都抵挡得住 而且车程三个小时 这三个小时离我们 完全预算不到事情的发展 我摇了摇头 更何况我们带着孩子 还有行动不便的老人 经过讨论 我们决定不去安全区 经过整整48个小时 失潮才慢慢退去 不知道这些丧尸都躲到了哪里 街道上只有零星几个丧尸在晃悠 深秋气温已经很低了 一直到冬天这段时间 才是最难熬的 丧尸的活动也会变得频繁 中午我躺在院子的躺椅上 盖着盖毯 晒着太阳 吃水果罐头 气温虽然不高 但是有玻璃棚顶盖着 我们院子里的温度 也比外面高几度 突然我听到有人猛烈的拍大门 我心一揪 黄豪罐头撒了一地 城滚听到拍门声 赶紧从屋里招呼人出来 我爬上一墙发现 是那个把我们无人机打落的年轻人 一把斧头用胶带绑在他的右手上 身后还用铁链 拽着一个女性丧尸 悉尼龙绳捆搭着丧尸手腕 一条皮带扎在丧尸的嘴里 让丧尸失去了攻击能力 放我进去 放我进去 我知道你们在里面 我看到过你们 年轻人歇斯底里的嚎叫着 我在墙上默不作声的看着他 赶紧给我开门 开门 你们这群王八蛋 你们囤着物资 足够这一整个村子的人过一年的 你们却霸占着不拿出来 开门啊 我听到他凄惨的嚎叫 真的是要笑出声 我们自己囤的物资 凭什么拿出去分享 姐夫 唐宁 萧虎 萧涵都穿着防暴服 拿着砍刀手在门口 我说 赶紧给我滚 再不滚 我打开门放人出去 砍死你跟你后面那个鬼东西 我把头探出窗口 你探马傻吗 叫这么大声 你想把丧尸引过来 逼我开门放你进来 我告诉你 你叫吧 你没力气我帮你叫 看谁死得快 你是用我们那台无人机 引走丧尸的吧 你看我们也不算没有帮你 趁丧尸没来之前赶紧滚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是你挑唆村民来我家的 退群之后 我看到你在群里 煽动大家一起去我家抢夺物资 我也看到你操控 无人机来我们附近查看了 我知道你家有电 也有网 但是没有吃的了 对不对 你做的事我都知道 所以趁我没有开门 乱刀砍死你之前 赶紧给我滚 年轻男人听到我说这些话 愣了好久 被他引走的丧尸 也很快打落了那台无人机 丧尸逐渐围了上来 男人还一直拍打着大门 一直到他也变成了 丧尸的其中一员 两个月后 我们在丧尸围城的情况下 迎接新年 妈妈们在清洗 从花盆里种出来的韭菜 开始泡上干木耳 冷冻虾仁 也放进温水里几栋 大姐在和面 天天也就了一小块面团 说要包饺子 萧虎跟橙果在厨房里 做油嫩大虾 老爸们围在一桌上打麻将 解释为官 我跟唐宁萧寒斗地主 晚上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 吃饺子手碎 橙果和萧虎不要比赛 弹工打丧尸 看谁打的最多 我找出下在好的 历年春海小品 投放到电视上 就出去看橙果打丧尸了 我看着他们两个笑着闹着 心里也暖乎乎的 突然腰间一暖 原来是唐宁 踹着热水袋 靠在我背后 时间一点点过去 应对丧尸 我们也清车熟路 经常四人一组开车去周边 村子侦查 防止掠夺物资的组织 发现我们的东西 在余水少的季节也会外出去 没有被丧尸污染的水源 补充淡水 生活处处充满平淡和刺激 距离丧尸爆发三年后 国家终于清扫出 两个重要城市为安全区 并且向全国范围扩展 距离丧尸爆发四年后 我们村子实现了丧尸清零 我们也终于走出了家门 成为了建设新家园的重要力量